各位好,現在為各位介紹的是Python裡面Pillow的使用 在另外一個影片裡面,我們有介紹過Pillow 它就是做影像處理的一個套件 接下來我們要介紹的這個範例 是以所在目錄底下所有的影像格式的轉換 那在前一個影片裡面,我們是單一檔案的這個資料格式的改變 那我們現在看看怎麼樣透過Python的程式 把這個目錄底下所有的JPEG轉換成其他的 轉成同樣的PMG 或者是說在線型目錄底下的PMG檔全部都轉換成JPEG 這樣子的一個程式怎麼寫 因為有些時候你在做大量處理的時候 怎麼樣寫可以快速的達到我們要的目的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程式嗎 這是上一次教學影片裡面提到的 怎麼樣把程式把這個JPEG檔讀進來之後 轉換成另外一個格式儲存起來的一個做法 好,那我們現在來開另外一個檔 我們叫做Demo2 好,那因為我們在這個Python裡面 我們要線型目錄底下 可以把所有同一個類型的檔名抓出來 然後呢,一一的去做處理 所以我們需要用到其他的這個套件 比如說我們要用到這個 去的OV 去的OV 然後呢, import import 去的OV OK,那這個是拿來去找到我們目前 目錄底下的一些檔名 然後呢,把它做這個整理 變成一個list 一個清單的形式 那除此之外 我們當然還是要用到這個 import 然後呢,我們不免俗的 是因為要用到影像處理 所以我們要用 從這個PiL裡面去 import image 這樣的一個套件 那這樣我們才做 才有辦法做 檔案的這個格式轉換 好,那一樣的 我們先來 試一下 如果 Name 各位其實可以把這個固定寫成 是一個常用的一個寫法 因為這樣子日後維護呢 彈性更方便一些 好 好 然後呢,接下來我們要去抓使用者數的參數 如果你的長度 長度 誰的長度呢 sys.argument 好 那這個list的長度 如果說大於1 就是除了自己之外 還有另外一個參數在的話 那我們做什麼事情 判斷一下 sys.argument argv 1 除了自己 除了程式檔之外 還有其他參數 我來判斷一下這個參數 就是判斷一下看你到底要做什麼事情 按照你提出的需求去做 png t jpg 這樣子 然後他要做什麼事情 ok 好,那有了這樣的架構之後 我們現在先做一件事情 我要怎麼樣去找到 現行目錄底下所有的這個檔名 就是jpg 就是jpg的檔名 那這邊的做法呢 比如說我們把它稱之為 imlist 我一個清單 這個清單來自什麼 gloob 這個套件的物件 然後呢 它是尋找什麼 這用自竄 所有的用信號 點 後面的名字是附屬檔名 那附屬檔名的時候呢 它有很多種形式 那我們現在針對的是jpg 因為我們現在是要找jpg來轉成png 所以你要找到jpg 但是jpg這幾個字呢 有可能大寫或小寫 那尤其在微軟的作業系統底下呢 大小寫是不分的 也就是大寫的j跟小寫的j是一樣的 那為了解決這個問題 我們必須要用這個regular expression 正規語言裡面的 正規表示法裡面的技巧 那我們這邊就是針對j的話 小寫的j大寫的j都算 或者啦 再來另外一個是jp 小寫的p大寫的p 再來呢另外一個是 小寫的g大寫的g 這樣子 所以你怎麼樣去搭配 只要滿足這樣的一個條件呢 都算 那前面是什麼 新字號就代表萬用資源 所以檔名是什麼 不管 點後面是這個的 那多次都把它收集起來 放在這個list裡面 這樣可以嗎 好那我們怎麼知道 這樣是成功的呢 我們先註解掉這個 然後我們把這個list呢 印出來 printed 我們把imlist 印出來看看 我們先來執行一下 看有沒有得到我們要的效果 python demo tool.py 另外 沒有東西 為什麼 因為它要長度大於1 我們現在只有1 1就是自己 等於1 所以沒有 所以我們必須要再加一個參數 加什麼 -jpg to png 他就列出了 這裡面有一個 jpg 檔 第二個 jpg 檔 這樣可以嗎 所以你要幾個jpg 他都會列示在這邊 所以他就會收集 你現在所在目錄底下 所有的jpg檔把它放到list裡面 那主要他解決 他去搜尋的關鍵是他後面三個 這個的關鍵 所以就是我們現在選起來這個範圍 OK 好 所以顯然這樣子是OK的 那我就可以去做一件事情是什麼 除了jpg之外 我是不是一樣可以去做什麼 尋找 如果你現在是要改成png to jpg的話 那我要找的什麼 複數檔名是p 小寫的p 大寫的p 再來呢 小寫的n 大寫的n 然後小寫的g 大寫的g 這樣子 好 那一樣的我們把它印出來看看 好 再來執行一下 但是這次的參數 我們改一下 png to jpg 這樣 好 所以我們這邊找到幾個 這個是一個png檔 第二個png檔 第三個png檔 所以這邊有三個png檔 這樣可以嗎 好 所以檔名找到了 那接下來的作用就是我讓他去做什麼 好 我找到這個之後呢 我讓他去透過一個函式呢 好來做 所以呢 我們就把剛剛的 上一次程式裡面我們講到的 這個 這兩個函式呢 我們就把他一樣化呼嚕的翻過來 對不對 再複製一次 所以各位從這邊應該知道齁 jpg to png 就是把這個 jpg呢 轉換成png 就這樣齁 那這邊是偵測檔案在不在 假設你檔名給錯 那就丟出錯誤出來 那底下是png to jpg ok 好 所以呢 我們在這邊是不是要寫個for圈圈 for 然後呢 img 等於來自來自於什麼 in哪裡 in imlist 對不對 好 那針對每一個呢 我要做什麼事情呢 我就透過 呼叫jpg to png 括號 裡面呢 是原始的檔名 跟什麼 新的檔名 對不對 所以原始的檔名 我們 剛剛有看到就是img 就是原始的檔名 好 那我如果是新的檔名呢 我是不是要把新的檔名的後面改掉 因為你原本是這個jpg 所以你就是img 然後中括號 冒號 到-3 對不對 最後面殺馬把它換掉 不要 不要拿 再去串接 後面我把它改成jpg 這樣子 所以前面 這是呢 什麼 我這樣子寫會比較清楚 img name 然後呢 img name 在這邊 然後這個 再針對img name 去修改 把後面改成 jpg 換成png 應該打png 新的是png 這樣 OK 好 那我們來run一下看看 jpg to png jpg to png 抓到每一個 所以把這個函數會被呼叫好幾次 OK 好 所以我們剛剛看一下 齁 所有的jpg 檔都多了一個png檔 有沒有看到 哦 本來是這個jpg檔 多了一個png檔 然後呢 剛剛有這個forester jpg檔 變成png檔 這樣可以嗎 好 好 這是多出來的 好 那等一下我們要測試另外一個 就是png2 這個什麼 jpg 那我們剛剛產生的這兩個 我們先把它刪掉 不然你會發現突然多很多 forester 我們剛剛是forester 這個產生的 這是從他jpg產生的 我們把它跟他刪掉 OK 所以這邊的png檔就只有一個兩個三兩個 上面這個 所以他有三個目前是有三個png 第二個forester 這個forester 這個forester forester 再來是這個png 所以有三個檔 那等一下我們會看到 如果成功執行的話 會多三個 jpg檔 OK 好 那我們看一下這邊 我們產生完 上面已經OK了 所以我把這個forester 回圈 拿出來 附置一次對不對 這邊 一樣是 這邊呼叫的 就會變成是 什麼 換成png2 jpg 這樣子 去呼叫它 這樣 OK 好 所以它就會產生jpg檔 那一樣的 我們這邊有提到 imconvert 因為png檔本身包含一個alpha層 所以你必須要把那個alpha層 處理掉 所以你就把它轉成rgb的形式 再用jpg的方式去儲存 這樣才可以 好 那我們來run一下看看 我們現在針對 另外一個參數是png2jpg 好 跑完了 我們來看一下 是不是剛剛的 多了jpg檔 答案是沒有 因為這個檔應該要多一個 那我們來看一下為什麼沒有 png2jpg jpg ok 加 這邊要 這邊打錯了 應該是加jpg 新檔名在這邊這樣 好 所以它的確多了一些新的檔案 我們來看一下 這是png檔 然後呢 這是原本的png檔 產生成jpg檔 然後呢 再來是forester2 本來是png 產生成jpg檔 再來另外一個是 這個png 產生成jpg 像這樣 所以 在我們的程式上 成功的執行 這樣子 好 可是呢 各位會不會覺得這樣寫好像太累贅了 因為 坦白講這兩個好像做同樣的事情 這兩個韓式 然後這個for回圈也寫了兩次 所以我可不可以 把它合併一下 這個刪掉 這個刪掉 然後呢這個 我把它往前移 這樣子 上面你們決定完之後再叫我用回圈去跑就好 不管你怎麼樣都會得到一個imlist 所以這邊imlist 那一樣im name就可以過來了 然後帶進來 加這個檔名 這樣子 好 可是這樣子還是沒辦法去丟給他 因為你不同的附屬檔名 不同的要求附屬檔名跟他不一樣 所以怎麼辦呢 好我們先把這邊 處理掉 好 那我這邊可不可以改下韓式名字 比如說 img convert 這樣子 然後這是原始的名字 這是新的名字 然後你現在 這個轉換完的新的格式是什麼 比如說 newimg format 我在這邊你去形容他 好 那竟然呢就try 那如果 我們在這邊會發現說 就只有什麼 當他是png的時候才會有問題 現階段 所以我們是不是要判斷一下 如果 你的這個新的檔案 image格式呢 等於等於什麼 我現在轉換成jpeg jpeg的話 那我就要做一件事情 做什麼事情 我要把影像呢 做什麼 做成這樣子 先轉換成rgb之後再save 然後這邊就由誰來取代 這邊是不是就由他來 隨機 就是隨著你的要求來改變他就好 對吧 這邊就要調整完 那所以這邊就會變成是什麼 你只要到-3就好了 那後面就加上 你要的需求 那你要的需求是什麼 假設我們把它就是 一樣用這樣的名字 new 所以你在這邊就給他new 我新的 我原本是jpg 要轉換完 變什麼png 這樣子 上面這個是jpeg to png 所以是新的image格式是png 他就變png 然後呢 同樣的這個我們再做一次 針對當你是用另外一種形式 比如說png轉換成jpeg 這樣子 那你這樣呼叫的函式就要名字要改了 改成什麼 改成imageconvert 這樣子 ok 所以現在程式碼已經縮短到 大概只有25行左右 那扣掉空白行大概23 22左右 所以從這邊呢 你就可以發現說我們上面這個函式呢 這回圈 這以服呢判斷完之後 我們得到的list 就是目前這個目錄底下所存在的檔案 好那我們來把剛剛的產生出來的把它刪掉 好 再來確認一下 好是不是可行 Delete 好 一樣我們再看一下這邊有三個png檔 三個png檔 好 那我們再把它整理完之後的形式 看如果png2 jpeg可不可以順利執行 糟糕他沒有附上什麼新的檔名 我們來看一下到底是哪裡出錯 好看一下程式碼 丟過來之後 如果save這邊 new image 忘了加什麼 這邊還要去串接一個什麼 這個應該是new image name 沒有扣到 new image name 要再去加這邊忘了 要再去加什麼 他的格式 然後後面是new image format 這是他儲存的格式 這是他的檔名 這樣子 ok 好修正完 我們再執行一次 這配合也出現了 png 變成jpeg png變成jpeg png變成jpeg 變成jpeg 好 那我們再測試另外一個 jpeg to png 一樣是可以執行 這是原本的jpeg 產生成png 原本的jpeg 產生成png 所以在這邊呢 經過測試我們的 我們的程式呢 在這樣子的情況底下 透過程式檔 後面接什麼參數 我們就可以把線型目錄底下的 所有的jpeg 轉換成png 或者全部的png 換成jpeg檔 那 這個部分呢 是一個範例 那大家呢 可以練習一下 在不同的檔案形式底下 就如同我們剛剛提到的 他支援的檔案格式有這麼多 你試試看 從jpeg轉其他的 是不是都能成功 然後呢 這個png轉其他的 是不是都能夠成功 以上是這個 在python裡面 使用pillow做 批次影像格式的轉換 跟各位分享